辽宁兴城 古城宁远 这是一座保存完好的古城 在老城区中心还留有明代的中古楼 从满街写有圆字的翻飞的旗帜来看 宁远是属于圆重换的 登上古城墙 走到城角还可以看到古老的炮台 这里是用来架设红衣大炮的 当年正是这种最先进的武器 重创了汹汹而来的后金大军 这些大炮怎么来的 它并不是中国自己制造的 它事实上是在广东 当时有葡萄牙的船只沉船 所以船上有大炮 很难想象在那么遥远的时代里面 他们已经发展出打捞沉船的技术 把大炮从海底里面打捞出来 所以当时打捞了很多门的大炮 广东地方的人打捞大炮 假设你是当地的官员 当然要把最好的东西送到北京去 所以这个炮到了北京之后 大概有一半留在北京城 另外一半送到前线 就交给了袁崇焕 努尔哈赤得知 明朝辽东易帅 感到战绩可乘 近距八旗精锐 直扑关外孤城宁远 百战百胜的努尔哈赤感到 大有胜算 可惜他碰上了袁崇焕 公元1626年 袁崇焕抗拒兵部尚书高地 命其撤回关内的命令 坚守宁远 他虽然兵威将广 却有着与城共存王的坚定决心 努尔哈赤屡招不响 气急攻心 把起兵攻势如潮 袁崇焕带伤激励拾气 多次击退努尔哈赤的进攻 并以澳门运地的红衣大炮 击伤努尔哈赤 迫其退兵 宁远之战 是明朝对后金作战中 取得的第一次胜利 捷宝传来 惊师世述 空向相庆 而对于一向战无不胜的 努尔哈赤来说 这却是一次致命的打击 他打宁远的目的 就是想打开宁远以后 他往管里推进 他是有这个雄心 有这个野心 但是他没想到 宁远打不下来 宁远打不下来 他很悲伤的 他之所以后来死 都跟宁远打不下来有关 他觉得宁远打不下来 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耻辱 努尔哈赤退回圣经后 于公元1626年8月11日 发病身亡 当年34岁的黄太极 因才干出众 被重备了推济寒位 为了实现族群入住中原的梦想 皇太极首先加强韩权取得独尊地位 并仿照明治设立 护 礼 兵 行 攻六部 奋战国家行政事务 在军事上 因为统治的人民增多了 皇太极创建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 把统治下的汉人和蒙古兵编入八旗 旗主由韩任命不能实习 公元1627年 皇太极发兵攻破朝鲜 通过江都合约 约为兄弟之盟 迫使朝鲜断绝与明朝的关系 皇太极又先后发动几次 对林丹韩的习征 驱使漠南蒙古成为后金的附庸 而明朝这边 年仅16岁的崇祯皇帝 于公元1628年在紫禁城登基 尽管他本人勤俭节约 历经图治 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一个 无比沉重的烂摊子 崇祯登基之后 北方连年大汗 饥饿的流民开始大量聚集 导致多地出现了农民起义 明末的许多农民起义 其实都是因为老百姓 没有粮食吃了 加上明朝的地方政府非常腐败 他在处理社会保障方面 官员和政府都不能第一时间 享用这些灾害所造成的危机 老百姓得不到救济 这些腐败行为侵蚀着政府 本应该有的救济 灾灾等这些职能 如果一个政权 腐败到连这些功能 都不能发挥的话 它存在的合法性 就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因为连年辽东用兵 全国的辽享沉重 财政艰困 以至于在公元1629年 明廷为缩减开支 不得不将异地系统 砍去了30% 结果导致了通信的中断 地方官府都不知道 自己的奏章 最后能否送达京城 这导致了一个 更为严重的间接后果 一位名叫李自成的一族 因为异地系统被砍 而失去了工作 李自成失去了 驿站的工作以后 他也加入了流民队伍 最后因为没有生计 就揭竿而起 加入了美墨农民企业的 这股大的洪流当中 在这之前 安塞的高岩祥已经称闯王了 高岩祥去世以后 李自成才成为了闯王 此时 厚金则逐步完成了内政改革 女真人在吸收了汉人 朝鲜人 蒙古人 达沃尔人 西伯人等多民族成分后 形成新的民族共同体 公元1635年11月22日 黄太极正式下令 把族名定为满洲 他说 我国建号满洲 统续绵远 相传异事 自今以后 一切人等只称我国满洲原名 不得仍前妄称 这标志着满洲族的正式形成 公元1636年 黄太极成帝 宣布将国号尤金改为清 从此 黄太极将主要力量 放在了进攻明朝上 黄太极做什么事情 你无人不佩服他 他每一场战役 在关外 他就等于什么 他就是在练兵 史书上面 我会看到一些具体的记录 他怎么做呢 我打这个城 然后你就看到黄太极坐在山丘上面 然后他指挥 他底下三个民族的部队 满 蒙 汉 三种 兵种 步兵 继兵 炮兵 看你怎么样来围攻一个城 他一次一次的练兵 每一场战役 他就把满洲所有的最精锐的 包含大炮 全部调过来 然后打你一个小城 明朝每一个城都有炮 我打下你这个城之后 我把你的炮收过来 然后再拿所有的炮 再去打你下一个城 然后练兵练完以后 那么这个1644年 他们开始进到中原 总共多少人呢 十万人左右啊 带着一百门的红衣大炮 要入住中原 那么这个过程呢 如果只有这样子的数字 对不起 他没有机会打下大明江山 但是呢 这个其实点呢 接下来 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面 明朝有一百万的部队投降 所以历史不是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的 所以我自己非常的相信 这一场战争真的不是满汉两个民族之间的战争 两个利益群体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创造了很不一样的历史